然后在进行这个出审的时候 这个阶段主要是会看一下 这些稿件的基本格式是不是标准的 内容是不是在期刊出版范围之内 以及它的吸引性和重要性 有没有达到期刊的标准等等 在这个过程中 大部分的投稿会被拒掉 只有小部分的稿件能进入到一个送审阶段 那我相信大家可能会非常好奇 在出审这个阶段 咱们期刊编辑关注的重点是什么 所以我这里特意请来了一位我们期刊的主编 这是来自浙江大学的莱拉玛教授 他同时他也是我们的一本 非常有分量的一本期刊 Critical Reviews in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的主编 然后他会给我们介绍一下 在这个初审这个阶段 一般我们一个编辑或者是编辑部会看哪些内容 谢谢你 Decma, as Attorney-in-Chief Could you share us What's your focus in DECSA review stage The journal actually just implemented a new guidelines So I look for You know Make sure if the paper follow the guidelines For this stage I'll say First impression is important Make sure your paper is clean And need to make sure the title and abstract And easy to read And no mistakes So That's my suggestion 好的 在这里呢 Thank you 对 在这里呢 我希望大家就是按照马老师的这个叮嘱啊 在投稿前一定要指示的阅读这个guidance for authors 也要注意咱们这个文章给期刊编辑的第一印象 而当文章进到初审之后呢 我们就进入到了我们这个送审的阶段 然后呢 我们今天的培训呢 讲的其实也就是主要讲究这个阶段了 这个阶段呢 我们会有不同的叫法 我们会说叫文章送审阶段 或者说是文章同行评议的阶段 有些时候呢 也叫做文章外审的阶段 然后在这个阶段呢 我们向这个同行评议的方式呢 会分为三种 然后呢 我们通常说它是单盲双盲和公开同行评审 它主要的依据呢 就是作者和审稿人是否知道对方的身份啊 咱们呢 用的最多的呢 是单盲这种同行评议的方式 绝大部分期刊都在采用这种方式 当然这个方式呢 它实际上是有一些问题的 因为这个方式顾名思义 是指咱们的作者 没办法知道我们审稿人的身份 所以而作者的信息呢 反之呢 对审稿人却是公开的 所以说呢 它这个潜在的问题呢 实际上是可能会担心 有一些偏见的问题 那么我们呢 也曾经做过一个调研 我们会讨论咱们的这个 作者和审稿人 分别更倾向使用哪种 同行评审的方式 然后呢 比如说咱们说 最通常情况是 当作为作者的时候 我们发现 它最倾向的这个方式 是双盲的这样的一个 同行评审的方式 而假如说 我们对同样的群体 我们说当您作为审稿人的时候 那您可能会考虑哪种同行评审方式 这个时候非常有意思的是 他们会选择 单盲这样的一个方式 这个时候呢 其实我们讲的就是说 当您的立场 或者角度不同的时候 你的倾向性也是会有所不同 咱们作者呢 可能他更想了解 审稿人的信息 但是审稿人呢 反过来 他却更愿意保护 个人的信息 然后这个也是刚才讲过 单盲双盲的区别 在于审稿人 是否指导作者的这个身份 然后审稿人呢 是用的最多的这个机制 但是他会带来一个偏见问题 也就是说当审稿人啊 他一旦发现这个文章 可能是来自于行业类的 一个领军人物时 他可能会不由自主的 他就会比较信任这篇文章 然后呢 但是同样呢 他或者担心啊 他或者会担心 因为如果我给这篇文章 给出一个不太好的评价 我会不会遭到这些人的 这个打击和报复等等 所以说呢 其实有时候 对于这个年轻的研究者 他们会往往觉得 哎 我觉得这个单盲 对我不太公平 我更希望一个双盲的评审 避免自己因为自己的名不见经传 而受到一些不公正的对待 双盲呢 确实咱们说一定程度上 是可以还这种偏见 但事实上呢 非常难做 真正双盲 尤其是在一个 比较小的一个 这个研究领域中啊 咱们说即使这个 作者的姓名被隐藏了 但是审告人会 往往可以通过这个 研究内容 行为风格 或者是你前后 这个对照研究 他能探论出这个作者身份 而且我们也知道 确实很多审告人 他们特别热衷于 做这个工作 所以说呢 在这两个基础上呢 其实现在会发现 有一种叫做 公康同行评审的 这样的一个方式 它实际上呢 是一个比较新型的方式啊 在这个公开同行评审中呢 他所有的这个审告意见 和审告人的信息 都会得到公开的披露 一定程度上呢 他也可以使审告人 在这个评审过程中啊 更加的认真客观 和公平公正 但是呢 公开同行评审 他最大问题在于 他的接受度没有那么大 所以说呢 邀请审告人非常难 然后呢 而且很多审告人啊 他说我在接受邀请以后 你可以披露我的审告 但我不愿意 披露我的个人信息 所以说呢 其实在非常少的一个期刊中 可能得到了一些实验 然后我们今天呢 会在我们的讲解中 和大家分享一些案例 这些案例呢 都是我们在公开同行评审的 这个期刊中找出来的 否则我们说我们的这个 正常的我们审告报告等等 它是应该受到一个保护的 一个隐私的保护 所以我们也不该分享 所以我们会给大家分享一些 公开同行评审的 这样的一个案例 好 我们刚才简单介绍一下 关于这个同行评审 然后接下来我们也了解一下 为什么大家会说 我要成为一个审告人 或者审告人他在想自己成为审告人的时候 他最关注的一些是什么问题 可能我们把这个问题呢 在讲大之前呢 我们可能更要 首先我们要回到一个 更根本的问题 那就是这个同行评审 是不是有必要的 我们其实来说啊 其实当然对于期刊来说 这个期刊编辑肯定是认为 同行评审是非常必要的 大家可以看这里边 我们引用一个我们期刊编辑的一个话 他认为这个除了作者啊 审告人是这个任何期刊的命脉 因为没有审告人 这个期刊编辑对着这个海量的投稿 他是没有可能性 他能做出判断哪个文章 可以发表和不能发表 即使能做出判断 也需要非常非常长的时间 所以说呢 对于期刊编辑 他是非常需要的 那另外一方面 对于谁呢 对于咱们的作者来说 90%的作者 其实认为这个同行评审啊 实际上是提升了他们文章 所发表的质量的 所以说这个审告人 他对于这个学术发表 还有学术的传播 它起着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 他并不是单纯的决定 这个文章的可以发表 还是不能发表 他更多的我们想提到的是 他可能是使得这个学术传播 是可能的 即使他说这篇文章不能被发表 他也可以使这个文章的质量 得到一个提高 那么究竟是谁在 做这个邀请申告人的工作呢 这里边呢 我给大家画了一个 非常简单的一个 就是一个期刊的示意图 也就是咱们期刊的 这个编辑团队的示意图 通常来说我们期刊呢 是有就是主编的 有时候是一个 有时候是多个 然后这个主编呢 他们会统筹这个期刊的 这个发展方向 比如他决定我这个期刊 Scope呀 决定我期刊这个 可能未来发展的 这样的一个方向是什么 但是呢 除了这些主编以后 他们其实并不会 特别积极的参与到 真正的审考工作中 然后反而呢 他们当文章拿到这里边 他们可能会做一些初审 之后他们就把这个文章 分派到他们下边 不同的这样的一个 学科编辑下边去了 有时候叫学科编辑 有时候呢 可能叫副主编 然后呢 当然这些编辑呢 他们也是专业的啊 咱们说的是专业的 科研人员 他们并不是说是 咱们这个专职 在出版社工作的 他们最根本的工作呢 可能还是学校的 这个研究人员 或者是医院的医生等等 然后呢 他们是利用自己 业余的这个时间 然后担任这个期刊的 这样的一个编辑工作 他们都 他们会是真正的 邀请审考人的人 他们寻找审考人的途径呢 一般来说是这个编辑 对这个研究领域的临结 他们呢 会根据自己的专业领域啊 判断 可能某个人 是不是适合省这个稿子 同时他们也有自己的 这样的一个人脉 他们有自己的networking 他们可能会邀请 他们认识的人 来帮这个文章做审考 当然每个期刊 也是有自己的数据库的 审考人数据库呢 他们就会说 邀请这个合适的匹配的人 来做这个审考工作 然后我这个扫码啊 就是其实是希望大家 可能扫码选到了以后 我们帮你加入到这个 相应的这个 某版期刊的 这个审考人数据库里边去 然后呢 另外呢 他们还可能会看自己的 这个就是作者的参考文献 他们根据这个作者 参考文献里边 然后再决定 哎这些人 他是不是可能我们去邀请 这个参考文献里边 这个作者来做这个审考工作 然后呢 当然他那个 在决定邀请的时候呢 他这个最重要的一个点呢 是我们刚刚讲的 他要考量这个专业啊 或者是这个知识 是不是和这篇文章是匹配的 当然他们也会看一下 相应的这个 是不是有相应的审考经验 那当找到这个人以后啊 他这个 当然我们说编辑团队 就希望这个审考人 他做这个 做这个就是帮助他 能够确定 哎我这个文章呢 是不是合适在我这本期刊上发表 但是我们想说 这个并不是啊 审考人的这个最主要的目的 然后审考人最主要目的是什么呢 然后就是在我刚才讲 这个同行评音 为什么重要的时候 他最主要目的其实是 他是要帮助这个作者 他要帮助这个作者呢 提供一个非常详细的一个反馈 帮助作者呢 指明他文章做的错漏在哪里边 帮助作者呢 改善自己的论文 这个才是咱们学术圈 认为同行评审最最重要的目的 然后呢 当然也是通过这个努力 我们最后想说 我们真正的这个文章发了 不是给作者看 也不是给编辑看 而是给这个广大的读者看的 而是为整个社会这个学术传播服务的 那么对广大读者 其实是同行评审的 实际上是帮助我们这个广大读者 来确作为这个文章内容的把关人 然后确保啊 咱们这个内容的内容是真实可信的 然后所以说大家可以相信发表的文章 这个就是说他经过同行评审 那么我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相信 他经过专家审核呢 他是可以信的 好了 然后讲了那么多啊 我们可能也说回到这个 我最开始这个问题 我是不是还没有回答 然后就是究竟谁该成为审稿人 我们说审稿人背负着这么多重要的这个职责 那是不是这个审稿人呢 只能由一些特别特别厉害的这个行业大牛啊 专家来担任呢 我们这个普通的可能我们是一个比较初期的一个科研者 我或者说我只是一个 我还甚至还是一个在读的一个博士生 然后我有没有可能性做这个审稿人呢 那么我们这里边请一下那个悉尼大学的这个Dr. Barber 他也是我们一本期刊的主编 然后他来谈谈他的见解 So who should do peer review Well I think everyone should be involved in peer review during the course of their career but I want to encourage early career researchers to really get involved with this We I'm sure are going to see a situation where peer reviewing will be almost as important as publications in your CV So it's going to be a very important thing for you to do to advance your career It's also critically important to you because it gives you an opportunity to compare what you're doing with what other researchers are doing to see where the flaws are where good ideas are where new opportunities might be Of course you have to keep everything that you review private because you're not allowed to disclose it but it still gives you an opportunity to stimulate your brain So for the early career researcher I would say peer reviewing is very important because you learn things and peer reviewing is very important because it is something you can add to your CV which gives you credibility when people are looking at you in the future and considering you for other appointments The key thing here is peer review shows that you are giving back to your profession 对 正如咱们刚才这个Dr.Barber所言 咱们成为一个期刊审稿人 不仅有助于您了解自己的文章 是如何被评审的 同时也可以提高写作技巧 而且能够让您在这个过程中 能积累经验和了解学术前沿 成为一个领域的专家 另外通过审稿工作 还可以和咱们这个国际期刊编辑 建立一定的联系 拓展自己的学术签 这对于个人的这个学术发展 和建立学术界的威望 都是非常有益的 当然我们想说 其实现在为大部分期刊 做评审工作 它实际上是一个供应界的劳动 而且它工作量并不小的 所以说作为这个出版方 我们也是希望通过各种方式 来能够就是表达 我们对审稿人工作的认可 一方面我们会为我们所有的审稿人 颁发审稿人证书 然后也会有年度自卸 刊登在咱们这个期刊网页上 表现我们对审稿人的谢意 同时呢我们还有各种免费的 阅读权限以及图书折扣 来赠送给我们的审稿人 另外呢我们还引入了 Pablons和Auki的这三 两个第三方平台 这两个第三方平台 一个专门记录学术出版的相关工作 也就说您为我们的期刊做审稿工作 您的这些记录呢 可以被自动的更新到 这个Pablons或者Auki的上 然后这对您在之后 可能申请各种机会啊之类的 其实您可以就是一键 调出来您的这个档案 然后在同行中 作为一个您的申请资料 好那我们呢讨论呢 什么是同行评审 为什么要做同行评审 接下来想聊一下 就是说是大家很好奇的 就是说A当我如果说正好 因为我们今天也是希望大家 注册成为我们的这个资源审稿人 如果您成为以后 那您很可能会收到一个 这个审稿邀请 假如说您收到这个审稿邀请的时候 那你在这个过程中呢 您可能会考虑一些什么问题呢 你究竟该不该审这篇稿子 如果你不该审 你应该考虑什么 首先我们来说 您首先考虑四个方面问题 然后呢第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研究内容 是不是你的研究领域 第二个呢就是你和作者 有没有任何利益冲突 第三就是你的时间 你是否在这个约定的时间内 能完成这个审稿工作 第四个呢也是说 你对这个同行评审的这个方式 是不是满意的 刚我们说可能很难 很多审稿人说我对双盲 或者我想隐瞒我自己的个人信息 所以可能如果是双盲 或者公开同行评审的方式 那我不太愿意接受了 真的 然后呢我想这几点都非常容易理解 所以我们这边不做假开 可能我们更需要了解 就是说是 假如我们收到一个这个审稿邀请以后 那我们应该是怎么回复的呢 怎么回复可能显然比较专业 首先你这个审稿邀请里边 它通常就有三种回复的这个选项 分别就是你接受拒绝和战事 无法评审 如果你觉得可以接受呢 那你就可以直接点击这个接受的链接 这个是比较简单的 如果是觉得接受 大家可以直接点击链接之后呢 可能可以写一个非常简短的message 给这个期刊我给这编辑 就是哎谢谢你邀请我审稿 我应该会在这个单来之前 把这个审稿报告回复到您这边 然后呢如果说呢 可能该觉得比较麻烦的嘛 就是说我如果说不太愿意接受这个审稿 那我们是怎么情况了 然后呢首先我们想说这个 declined和unavailable是不太一样的啊 然后说是 就是咱们说如果说你想的是declined的话 你是要拒绝的话 那么你可能就是说是 那你拒绝了以后呢 您就点击这个链接以后呢 你需要啊 一定需要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说是我给出我的一个 就是相应的这个原因 这个原因可能是说有利益冲突 或者呢也可能是这个专业不太匹配 你给出这个原因呢 对这个审稿人自己也是有好处的 因为我们可以及时更新您在后台的信息 然后以便后期跟你发出 更加匹配的这个审稿 邀请也免得耽误你以后的这个时间 然后呢还有一种情况 就是他说我觉得我自己不太合适 但我好像认识一个人 我觉得他更合适 然后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知道有些老师啊 他可能直接就把这个邀请信 或者就把这个文章啊 就打印下来发给别的老师了 然后说你看看你觉得合不合适 要是合适你来审费 我再跟做一个推荐 他们可能说直接就问一问别人了 这个也比较符合咱们中国人这个处事的一个 为人处事的方式啊 但是实际上这个呢 我想强调就是这是窃窃不可的 因为我们这个同行评议啊 就是有一个原则就保密原则 这个保密原则是从您收到邀请信开始的 所以说一旦您收到这个邀请信 不管您答不答应 您都请保密这个文章的内容 千万不要把它转给任何人 如果您觉得别人合适的话 您可以自行联系咱们这个期刊编辑做一个沟通 然后由期刊编辑呢 然后再去邀请这个相应的老师 然后就是咱们说如果自己去联系的话 这个如果再发现了的话 可能会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问题啊 然后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是我们说decline啊 就是您不想省这个稿子 但建议您说一个方法 还有一种方法就是你还挺想省这个稿子 但你确实觉得你可能现在没有时间或什么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建议您选择这个 unavailable 因为呢这个时候呢 您也可以讲说是 哎我现在实验不合适 您可以特别讲出什么时候是合适的 然后呢或者呢您可以给出一个就是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 或者您会说哎我很喜欢这个 或者这些也很匹配 但我确实现在不行 你给不出一个我合适的时间 那你就放在那 但也许呢过一阵子这个编辑用来找你了 他可能是一个相似的文章 他或者还是之前文章 因为他可能找了好很长一段时间 他没有找到人 他可能最后又来找你了 然后呢我们最后呢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很多人会问我 说那个哎我我拒绝你们这个期刊的 这个审稿要求 那我是不是以后在你这个期刊上发文章 你会不会把我加黑名单呀 然后那个我不太适合这个审稿 但是我确实那个如果你邀请我 我就勉为其难审一下吧 然后那个就交一个报告 其实这个是我们想强调的啊 如果说您这个提交了一个 就是毫无帮助的审稿报告 就是您可能范文尔坦随便写了几句话 那可能对这个期刊编辑 它是一个更糟糕的 如果在这种情况下 可能期刊编辑会真正的 就是对你这个名字 可能如果比较敏感的话 可能在下次你的投稿的时候 它可能会比较 比较有一些硬件吧 然后反而是如果你特别快速的聚集 而且像我刚才提到的 您如果说 indicate the reason 甚至recommend to your friends 或者是讲出了 when you will be available 在这种情况下可能来说 对这个边境 它反而会留下一个很好的印象的 最后呢 我们这个时间有限 这个其实关于咱们 本来这个审稿人的一些行为准则 可以讲一篇的啊 咱们但是也看到 咱们之前其实做了一些 ethics培训的 所以这边我就不多讲了 然后呢 我们也想的是说 在审稿的时候 作为一个审稿人 当您接受审稿报告 哪一刻请你就了解到 你要遵循一些审稿人的选择了 这些呢 比如说请你及时提交审稿报告 及时披露可能的利益冲突 然后对整个审稿过程进行保密 然后还有就是说是 针对文章本身进行评价 而不要带有任何的偏见 然后呢 不要滥用审稿人的权限 比如说就是请别人做 自己对自己发表论文做这个引用等等 然后呢 我们在这里边呢 也是说是 如果说是真正有人感兴趣啊 对于这个 Essex 非常感兴趣的话呢 我们其实建议大家去访问这个 Cope这个网站 学习国际伦理 出版委员会 对申告人这个道德规范指南 这个大家去Google socope就在说 Essex应该就出来 然后我这边有链接 我不是很确定 今天这个PPT会不会分享给大家 如果分享给大家 大家到比较省事 直接点这个链接就OK了 好的 然后接下来我花一些时间讲咱们今天这个重点啊 重点就是说是这个如何审稿 然后就是审稿的时候呢 审稿人应该考量哪些内容 这个这部分真的蛮有意思的 蛮重要的 就是如果今天您不是作为审稿人 你是作为一个作者身份来听 我相信你也可以在这个地方来收获的 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评审一篇文章四个维度是什么 分别是原创性可靠性表述质量和研究的重要性 这四个维度呢 就是说作者您撰写论文的时候 你也是一定要把握住这四个要点 如果这四个要点缺一不可 什么是可靠性 可靠性是 就是咱们这英语里边这个validation嘛 然后他指的就是咱们这个文章内容呢 应该是准确可好的 比如你这个研究方法技术原理啊 是不是合理的 你这个数据的结论是不是准确可信的 还有就是你这个文章有没有涉及到一些 这个伦理道德问题等等 这些都是跟可靠性相关的 而这个表述质量呢 不是说说你这个文字写多么优美啊 他考量是说你这个文章的整体架构 是不是清晰合理的 是不是有逻辑的 还有就是你这个语言呢 是不是可以让人理解的 因为咱们中国的学者写文章 有时候语言呢会是一个瓶颈 然后接下来还有就是说文章的重要性 文章的重要性讲的就是说 一篇文章的内容呢 必须是要是有用的 它对现有的这个科学研究 得是要有所补充的 这边我特意把这个重要性和原创性是分开的 因为原创性更多讲说 这个研究得有自己特别的地方 也有自己独一份的地方 然后呢并不是所有所有的期刊 我们说发表的说你这个发表的文章呢 一定都得是这个重要的啊 就是重要性这一部分 但是呢 不好意思说反了说反了 对不好不是相对来说 我们说所有期刊对自己发表文章 他说你一定是重要的 就是说你一定对现有的这个别人前边做这个学术领域啊 或者在这个现有的学术圈子里面是要有所贡献 但是呢他并不是说他一定要对你说你这篇文章啊 他一定是要是有自己的独特性的 就是说这个并不是说他一定要有这个怎么怎么的 他在创新线 因为我们知道有不是所有的文章 都是这个研究类文章 有的文章呢 他可能他就是报道某一个实验方法 即使你是做错了一个结论 然后等等 但是呢你这个没有什么 可能说我们说这个创新差一点 然后或者他没有特别独到的地方 别人都做过 你只是换了一个方法换一个数据 然后你去做 然后呢这个呢 说可能有些我期刊 他会有这样的一个对原创性 他会要求或者他对这个创新性 他要求很高 他可能不会喜欢你这样的文章 但是有的期刊呢 他是OK的 这个确实是每个人要根据自己的文章啊 去真的选这个期刊 这也是一个非常 非常重要的在投稿阶段需要了解的地方 也是审稿人啊 在审稿过程中一定要把握的 不是说所有的文章 你来就给得提出来 你说哎我觉得你这创新性不行 因为有些期刊或者某些类型的这样的研究 他其实就是不需要 在这方面没有特别的这个要求 然后接下来我们又说 我们的这个科技系论文啊 他会分为这个实验性论文和理论性论文两种 然后这个实验性论文呢 他比如说我们他说 我们这个定量的实验研究 或者定性的问卷调查 他都属于我们这样的实验性论文 这个部分呢 他关注重点就是在这个数据的收集和分析啊 然后如果是在写论文或者看论文的时候 他重点关注的就是咱们这个论文的实验方法 还有结果这两个部分 在这里边呢 我们审考人其实我们多鼓励他问各种各样的细节问题 他要关注这个我们鼓励他关注的是这里边 所有的跟what相关的这样的一些问题 而到理论性研究呢 他那个侧重点就不一样的 他的重点是偏重于理论如何一步一步构建的 他中间的逻辑是不清晰的 在这样的过程中呢 其实可能审考人更多的关注 就是你这个文献中的啊 他的来龙去脉 是不是把握的就是全面的准确的 然后你这个逻辑是不是清晰的 他会问很多跟why相关的 哎为什么你能why你可以从这一步到那一步啊 然后why这样的一些文献 或这样的一些研究被你排除在外 或者被你归纳在内等等 当然不能是哪一种文章 我们还要强调一点 也是审考人会注意的一点 就是这个结论的重要性 作者呢是不是有拔高了自己的结论 咱们知道这个作者写文章的时候 可能results出来以后在discussing 都希望把自己的这个做一个升华 做一个拔高 但是呢这个是不是有的时候拔得太高了 这个实际上是审考人在审考过程中 会有重点关注的一个重点 希望大家呢也是在这个过程中呢 都是遵循一个就是实事求是的原则吧 不管是写文章还是审文章的时候 然后呢我们也提醒大家 我们说除了最常见这个研究性论文 刚刚我可能再给大家讲这个 就是创新性之类的发布 讲了一点这些 就是研究性论文一般是对这个创新性 要求的蛮高的 除了一些研究性论文 还有很多很多种的这个论文类型啊 比如说我们说我们开发一个软件 我们说我们做了一个汇催分析 我们说我们报道了一个病例等等 那在这些方面呢 这个其实呢 他可能他的侧重点是不一样的 如果说您作为这个审考人 你有幸你正好来审这个稿子呀 我觉得就是您又不太熟悉这个方式 就是有特别感兴趣这个点 就这篇稿子 你就是特别想审这个稿子 那么一定要自己特别特别认真的 去这个期刊的这个作者指南 然后在这里边呢 先了解到这个期刊对作者的要求是什么 然后再决定你怎么省这个稿子 好接下来我们来讲讲这个审稿人 一般是怎么审稿子的啊 然后咱们就是如果说大家没有当过审稿人 然后大家可以从中就是 就是可以把这个其中的一些experience take away 然后呢 当然每个审稿人呢 如果大家已经当过审稿人 大家应该知道你每个审稿人的习惯 可能是不一样的 但是我们说通常啊 我们的建议呢是作为这个审稿人呢 你可以快速阅读一下这个文章 一般就是花一到两个小时就OK了 对这个文章进行一个整体的把握 这个快速阅读呢也是有重点的 分别是这个文章摘要方法图表 还有结论这四个部分 这四个部分呢 刚才我们有一个录像呢 讲你的初诊阶段说 我们特别重视一篇文章给编辑第一印象 这四个部分呢 也是一篇文章给咱们这个审稿人的第一印象 我们呢经常自己开玩笑说 这就是一个门脸 这就是一篇文章门脸 这就是相当于写的一个 给编辑写的一个信 它的那个就是排 就是它能让编辑呢快速的 或者申告人 它快速的了解到 这篇文章究竟是不是专业的 然后所以说大家如果写文章上 一定要注意把这四个部分 轻轻打磨一下 接下来我们说 大家可以把这个文章放一放 然后作为一个阅读以后 当然也可以如果时间允许的话 您可以就是说做一个 那个通读全文 在这个通读的过程中呢 您可以对这个文章的内容啊 做一些简单的标注 不需要把所有的细节内容都记录下来 而是对这个文章呢 有一个整体了解 在这之后呢 然后我们说再可能回到最开始 对各个部分进行一个详细的评价 然后我们也想说啊 其实我们知道有一些申告报告啊 就是因为我的工作原因 会读到很多申告报告 这个申告报告呢 尤其是他们 尤其可能他会建议去搞 或者建议这篇文章打修 他往往会提交一个 特别特别笼统的一个建议 这个建议呢 在我们的期刊这边 或者我们的编辑眼中 我们其实往往会认为 这个建议是一个无效的申告报告 我们会把这个申告 认为无效申告报告 我们需要的是这个申告人 他能够真正的深入到文章各个环节 对这个稿件的进行一个细致的评价 然后接下来我们来重点讲一下 我们这个申告过程中的每个部分 我们看的是什么 然后我们虽然有很多种文章类型 但我们今天还是用一个研究性论文的 然后我们用最常见的这样的一个图 从title到最后到discussing conclusion 这样一个六部分 然后来跟大家做一个分析 然后呢 首先我们笼统的讲一下 这六个部分需要看什么 比如说这个标题啊 标题呢其实也是申告人重点 很多人觉得申告人不会看标题 其实标题是我刚刚讲第一印象 它需要是简洁的 它要准确展示这个文章的主题 然后了解到这个做了什么内容 得到什么结论 第二部分是摘要 摘要这部分呢 其实可以看看作者在这一部分 他是不是把这个研究目的啊 关键方法重要发现 还有结论这四个都讲过了 然后不要就是不要漏掉一部分 然后也重点说咱们摘要呢 它实际上是一个 它应该是自成一体的 它能够让人就是看了摘要 其实不去读文章 我也能了解这个 这个篇文章究竟讲了什么内容 有什么结论 然后呢 接下来是影言这个部分啊 然后审稿人在看影言这个部分呢 他要注意的呢 是就是说是 他在讲这个部分呢 他有没有把这个写成一个文献综述 他有没有把这个 这个领域内的这些 他总结出来的这样的相关研究 和他个人的这个研究目的结合起来 有没有讲他为什么 有这个目的性和必要性 他中间这个逻辑啊 是不是都是都是给cover住了的 所以说呢 就是说是这是影言这个部分 然后message这部分 等会我会特别详细的讲 因为我说这个实际上是我们最常见的 这个论文申告的重点 所以我们等会讲开讲 现在我先跳过 然后result这一个部分 result结果这个部分呢 实际上是说 作者是不是清洁阐述 咱们这个实验方法 还有得到的这个全部结果 然后他这个重点呢 就看这个作者啊 他会不会就是审岗人的重点 实际上是看这个 首先是他讲的够不够清楚 第二是他会不会有一些 挑了一些好的结果 他而不是说是那个 或者只符合这个作者预期的一些结果 然后这个可能是审岗人在这一部分 不是可能 这是审岗人在这一部分 这个审文上的重点 最后呢 我们说是这个讨论和结论的这个部分 在这个部分呢 其实更多的呢 实际上是说是 他这个讨论和结论 他有没有和最开始这个文章 引言部分呼应了呀 然后他所有的这个讨论和结论 他有没有这个实验数据支撑 然后还有我们刚刚讲了 他有没有过于拔高 然后他这个局限性什么的 他有没有列出来 然后等等 就是这六点呢 其实每一个都有自己的相应的一个原则 咱们今天呢 也不太可能 咱们是通过这么一个培训 然后把它就是一一展开 所以呢 我会 我会在这里给大家推荐一个工具 大家可以看我们这个右下角 这有一个就是叫做 Peer Review Checklist的 然后呢 在这个Checklist这里呢 就是 对我 对我 不知道这个PVD会不会分享给大家 如果分享 大家就简单 大家点一点就OK了 如果没有呢 大家可以去搜一下 这个Sultanar Francis Peer Review Checklist的 应该就能出来啊 这个Checklist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用的工具 它针对每一个部分 它可能有六到七个问题 然后它可以帮助这个审稿人了解 哎 这些通过这些问题帮助审稿人了解 这个作者或者这篇文章里边 有没有把这些问题都解决了 如果都解决这篇文章 你就OK了 在这个部分 你就不用再多的关注这个其他内容了 然后呢 当然对作者来说 它也是个很好的工具啊 你可以用这个来对你这个文章呢 在就是送审之前 投稿之前 就可以做一个制查 甚至你在就是设计自己的这个 也可以做一个财 而且这个Checklist很好 是因为它非常短小 它不像是那个 它没有长篇大论 它可能打印出来就三页 然后这个呢 大家也方便就是 然后非常简单 然后大家就很好用的一个内容 然后呢 除了 然后我们接下来 我们就是说是讲一讲 因为这个Checklist 我们把这个Checklist拿出来 然后根据这个Message这一部分 我给大家展开讲一讲 说在这一部分呢 我们可能会讨论的就是 比如说这个Checklist 怎么帮助一个审稿人 审一个稿子 当然反观 你如果觉得你 短期内不会成为一个审稿人 然后你只是从作者角度听 你可以听一下 就是你的文章会被审稿人怎么审 或者你可以怎么用这个Checklist进行制裁 对 然后这个我们首先讲讲原则 我们说就是查Message这个部分的时候 我们说审稿人 他看的重点是什么 他关注重点呢 实际上就是我们列在这个 PPT最左边的四个原则 就是说是呀 这个各方面的信息呢 这个研究是不是可以重现的 其实最主要的 它是不是一个可靠的 然后所以他关注点呢 那就是说 他这个各方面信息是否是详尽的呀 他是不是可以让其他研究者 进行这个重复性这个实验啊 他的这个方法合不合理 他能不能达到在引言部分 所提出的目的 嗯等等 然后在这里边呢 他这个实际上他这个原则呢 其实对应到真正的 你在实践的时候呢 你可能就是有一些具体要考量的问题 比如你这个实验设计啊 你使用的这个仪器材料 样本的收集方法 你统计学方法 这个设计 你是不是都是合理的 那么有经验审稿人呢 那他可能就只要问什么问题 但是对于新人 他当然会忽略 很容易忽略问题的 所以说这个checklist 大家可以看就是我刚刚讲的 他就是一些小的问题 然后这些小的问题呢 其实就是说是 哎 可能审稿人 我通过把这些问题 我带要到这篇文章里边 那我具体根据这个文章呢 我就可以给出一些 这样的一个相应的comments了 比如大家咱们看看 我们这个例子啊 这个最所有的例子啊 就是如果我给了 大家比如像我第二个 这个给了参考文献的 给了引用的 它就是一个公开同行评审报告 如果像咱们第一个例子 这个没给的呢 它实际上是一个 不是公开同行评审报告 但是我把其中关键的内容 全部引去了 所以说呢 然后把它的主体提出来了 所以就可以帮大家 然后咱们可以看 这个第一个例子 其实这个 其实就是问一些 各种细节的问题啊 它这个黄色橙色部分 其实就是我们的那个 checklist里边相应的问题 然后这个白色 这个咱们这个主体上展示 实际上就是审稿人 写在他的这个comments里边内容 然后这个 我就不展开了啊 这个就是大家有时间呢 去可以回头再看一下 然后这个第二张PPT呢 这个是问的是 它是不是可以增加一些 这个实验啊 增加一些补充实验 那么这里边呢 也是说的是 比如说第一个 其实就是说是 它其实没有对到组嘛 所以说 这个申告人 根据它这个情况 增加一个实验 第二个呢 实际上是 它讲的这个问题呢 就是说是 你这个呢 其实说我觉得你这个研究方法是有一些局限性的 你这个局限性呢 你有没有就是得到一个非常好的阐述或一个解释 然后这个这个申告方法蛮好的 大家其实如果作为申告人 我建议大家以这个为样本啊 就是它很详细的说 我已经看到你做了一些什么努力 然后就是在这个省略号之前 他都讲的是你做了这些工作啊 然后我都看到了 然后我也赞同你做的这些工作 但是呢 我觉得你还可以再做一些什么什么样的工作 然后这样的呢 你可能就是能够更好的把你这个局限性的问题解决了 然后虽然说这是一个蛮好的审考报告 就是我们作为这个出版方或者作为编辑 我们看到这个审考报告 我们觉得这个审考人走心了 他不仅讲了这个文章的问题在哪 他还给出了这个解决方案 当然作者也会很开心收到这样的审考报告 其实他被拒了 那他至少知道他可能哪个地方出错了 他可以怎么更好的改进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其实因为我们刚才那个问题们讲的是说 哪些情况需要增加一些实验吗 然后我也知道大家作为这个作者啊 其实是特别讨厌 就是审考人提出这个问题的 然后因为这个对对很多作者来说 就是宣判我这个文章被拒了 所以说我们这里边呢 列了四个问题情况 这四种情况呢 实际上也就说是什么情况下 咱们审考人其实应该建议咱们的作者 这个增加补充实验了 让大家这个快速的可以看一下 然后第一个情况就是说是 就是你作为审考人 你可能对这个某个结果特别好奇 即使这个结果呢 他其实可能和这篇文章不是那么相关 第二种情况就是你作为审考人 然后呢你觉得这个文章呢 在这一类型的这个研究论文中都应该 这个实验的这一类型研究论文中都应该出现 你这没出现 有点不太符合咱们这个传统 第三种呢就是说 你觉得这个确实样本量啊 不太够 有点没法支撑这个结论 第四种呢就是说是 你觉得这个 就是再增加一些样本量 他肯定这个结果就是更好的嘛 那咱们可能就是会得到一个 更为可靠 或者是更为 就是会出的数据就会更漂亮一点 然后这样呢我们可能会更好 当然呢这个可能代价也会比较大 你作为审考人你也是了解这一点了 然后这个稍微给大家留几十秒的时间 我们先看一看 好的然后我跟大家直接看一下答案吧 然后呢咱们想说啊这个 我猜大家应该这个 除了第二个因为第二个大家可能没有想到 它是一个问号啊 就是说他不太确定这个答案 就是剩下的这个三个了 应该都是大家比较清楚的 然后我们也一一分析一下 第一种情况我们想说的是 这个审考人 无论如何你审一篇稿子 你要根据这个 这篇稿子里的这个实验结果 来进行一个实验研究 来进行一个审阅的 而不是你想要这个做的做什么 如果你因为你这个好奇 来做这个建议的话 那实际上这实际上 是过于滥用你这个审考人的权利了 第二个情况呢 是说这一类的课题呢 其实是都包括的 但是呢如果说呢 这个审考人你也清楚 他和这篇文章提出了这个研究 并不相关 他也不是得到这个结论 所必须的实验 其实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觉得你是不需要建议的 当然呢就是很多情况下 他是一个比较灰色地带 模拟两可的 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觉得这个如果不会花这个作者的 太过于大量的时间 其实也是可以做一个建议的 他可能确实能够帮助这个作者 做一些补充 第三点呢 我觉得这个非常明确了 因为如果说这个样本不足 没法支撑这个结论 那么必然就是我们说是 他应该是提出来的 那么第四点呢 就是说是咱们说这个 其实呢你呢 觉得可能这个作者都已经OK了 但是呢你的建议呢 反而其实大大超过这个作者范围 那么我们在这种情况下说是不建议的 因为我们希望呢 咱们也借这个题呢 希望每个审考人呢都了解到 咱们所有的工作 研究工作都是有局限性的 都不是完美的 只要这个作者呢能够采明这种局限性 就是好的了 当然呢如果说是 当然我们想说啊 就是作为审考人 有时候大家可能会 就是和作为作者的时候 他在这心态会很不同的 他可能做审考人 他就会要求这个文章过于的 这个近善近美过于的完美 这个实际上呢 其实大家我会对所有的审考人建议 就是请你把自己反过来 放到作者的这个角度 再来想一想 然后可能在你给出这个审考意见之前呢 就是多一点这个换位思考 可能是更好的 当然我们刚刚讲的 这个四个问题呢 就是很简呢 它是一个非黑即白的 除了第二个 有一点灰度在啊 但事实上我们想说 这个现实中 其实很多问题 实际上不是一个非黑即白的 它很复杂 你说不清楚这个样本究竟是够还是不够 然后审考人呢 他可能呢 就是他的一些言辞 然后他的一些表达 可能会让这个作者呢 他其实不太理解 或者他是感觉到审考人 对他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质疑 那我们这边呢 给的是一个真实的例子 当然这个例子呢 因为它不是一个公开的同行评审报告 所以我呢 只能把这个例子里边一些关键信息 做一个隐 就是隐藏掉 然后呢 我们会大概讲一下这个故事 这故事呢 是 这个不是故事 这个例子啊 这个案例呢 讲的是一个罕见病的研究 这个作者呢 花了十二年时间 然后呢 总共呢 六十个病例 然后收集了六十个病例呢 他根据这六十个病例 做一系列研究 然后文章进行一个送审 他当时其实他投这个稿子的时候 这个作者呢 本身是很自豪的 因为他觉得从来没有这样一个病例研究 有六十个案例 就是之前可能就是爆出来都两三个 一两个这样的一个就是病例报告 然后呢 他实际上是觉得自己做了一个很了不起的工作 可是他没想到他收到这个审考报告 审考人呢 对意见大概就几条 第一个 这个十二年六十个病例 是不是有点少 第二个呢 就是只有六十个病例 然后这个病例上呢 其实展现出来的我们这个分析结果 我是没有看到你这个相应的统计学的 这个显著性差异啊 所以我不太认为你这个结论是可靠的 第三个就是你用的这个研究方法 其实是有局限性的 你这个研究方法 这个局限性 那那我是不是因为方法就局限性 我没办法就是相信 还是没办法相信这个结论 这个作者就当时可以想象这个作者 是不是他收到这样的一个审考报告 他心理活动是怎么样的 他呢 其实应该一度是很崩溃的 因为对他来说 这个样本量过少 我们一开始讲 他其实是一开始很自豪的 但是他都觉得 而且这是个罕见病的研究 那么你这种情况下是 就是你让我增加样本 这是明显是不可能的 然后呢 而且就是六十个样本了 当然我们说我没办法跟那种人家就是做实验室研究的 就是培养几个微生物 那几百个样本 几千个样本 那你可能做出一个特别好的这个显著性差异 那我们这个不太一样的 那我这个就是活生生的一个个病例 能做到现在这个已经非常不错了 然后最后呢 也是说是这个研究呢 它确实是 这个局限性是有的 当然我们说本领域确实也不可能有 目前我也没看更优的方法 就算是有了 我难道把这个文章我不要了 我这个之前做的这个研究不要了 我全部重新开展嘛 再做个几年研究 这个呢 实际上作者其实在这种情况下很委屈的 因为他觉得之前发表的文章 还没有我用的病例多呢 然后那这个情况下呢 你这个审稿人呢 是不是不太懂我啊 就是所以说呢 这个作者呢 他如果说纯粹在那作者的角度 他从自己写文章 还有别人发表文章这个角度啊 他来看 那我们说他很委屈 他可能就成为死局了 他没办法回答这个审稿人的这个意见 大家可以了解啊 他这个 那他应该怎么做呢 其实呢 我们这个 我们的建议就是换位思考 然后呢 我们刚才也一直在讲我们这个checklist 其实换位思考 就是大家如果特别简单的 就是说你去查一下checklist 你看一下审稿人 关于这个样本量啊 关于这个实验方法 他其实他真正关注点在哪 然后呢 他那个 比如说我们说 关于这个样本啊 咱们说是 样本这个量 他其实一般来说 有两个 我们我们checklist 有两个相应的问题 就是我列在这边 第一个说 is it cleaner how participants were recruited 然后第二个问题说 is there any potential bias 然后可以看到 这个其实审稿人真正关注点 不是说样本太少了 而是说你这个样本是怎么收集的 有没有人为干预 所以说在这个情况下呢 其实作者如果他反正 这样他来理解审稿人 他就知道他要做的事情 就是详细的解释 这个病人的招募原则啊 还有政策 还有哪些病人啊 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 被排除在研究之外 他甚至呢 可以提供一些 相应这个补充资料 那么在这样的话 他这个死局 其实就被化解了 然后我们想说 那第二和第三个问题呢 其实我们也说 可以建议大家去查checklist 我这边都把checklist 相应的一个问题 就是给大家 放在这里边 然后可能大家也知道 咱们这个审稿的关注点呢 就是说是 是说这个审稿方法 是不是实用的 或者说我们会关注 你这个实验方法 是不是可靠的 所以说其实他相应的 就是说是 如果你不适用不可靠 那你把你这个limitation 可以真正的给写出来 然后呢 我并不是说是 我就直接把你的结论推翻 而是呢 你可能要更大的 把你的这个局限性啊 讲出来 不要就是 只讲好的 不讲坏的 然后所以说呢 我们其实 最后呢 这个作者呢 当然这个作者也很厉害 他还真的是去找 试了一些其他的 这个统计学的方法 然后又找了很多文献支撑他 当然他也更重要的一点呢 就是说是 也是更普遍的一点啊 是说他还去 非常好的阐述 他这个研究中的 他的这个 局限性在哪里边 然后呢 他也把这个结论呢 做了适当的修改 让这个结论呢 看起来不是那么 就是夸大 好我们这一部分呢 然后我讲的比较多一点 比较长一点啊 其实这一部分呢 也是说是 他相应的有 有很多很多的 咱们的这个 内容呢 然后这个内容 对 然后我们这边 做一个总结嘛 然后我们其实说是 一个是这个checklist 大家可以去 Tenor Francis的 这个网站上查一下 应该叫 Peer Review Checklist 然后咱们今天 这个PVT 应该是会分享的 然后那个 最后呢 就是说是 我们这个 说是 因为今天我只讲 研究性论文 然后我也一开始就讲 有很多种这个研究性论文 就不同的研究类型 然后大家那个 不同研究类型 大家如果 不管是大家要写 还是大家要审 大家可以去 这个叫做 Equarter Network的网站 这个网站呢 它其实里边 对于各种类型 它都有一个那种guide line 然后这个 也是总结出来 大家可以做一个 就是了解 然后呢 我们也是在这里边 再帮大家解答一些 这个作为审稿人 一些特别常见的 这个问题啊 这个 我要稍微讲快一点 这个第一个问题 就是说审稿人 是不是应该帮助 这个检查语法和拼写 这个呢 分几种情况 一种就是说文章 确实写得太差了 基本上读不懂 那么这种情况下呢 可以直接聚稿了 然后甚至呢 或者说我们说 建议这个作者 说做一个修改 然后真正修改一下语言 然后再返回 就是那个聚稿后再投 然后呢 第二种情况是说 这个文章还不太好 但是我看得懂 然后看得懂这种情况 那深港人不用讲出来 说哪些需要修改了 因为你可能只是说 在深港报告边讲一下 说这个语言需要润色 就OK了 第三种情况就是说 文章看得懂 然后应该也不需要OK 写的都很好 当然里边还是有一些 评写错误 这种情况下 那深港人咱们的建议 是直接忽略了 因为咱们出版社 是有自己的语言编辑的 文章一旦接收呢 语言编辑会专门 对这个每一部分进行一个 就是对语法评写 做一个专门的一个修改 然后在这种情况 我们也不需要了 然后呢 第二个问题就说是 如果我深港过程中 我发现作者的这个 不端行为如何处理啊 然后我们想说 同行评审呢 我们一直强调 他不是发现 这个不端行为的主要途径 然后呢 我们也希望 我们的文章呢 其实这个不端行为 能够在同行评审之前 在出生阶段就被发现 然后进行一个处理 但是现实中呢 因为这个审稿人呢 他其实非常 非常对这个领域非常熟悉啊 当然他确实有可能 会发现一些不端的行为 然后呢 他包括他可能会发现 这个数据造假啊 会发现一稿多头啊 他会发现一些文章就是 有一些可能 essics的这样的一个问题等等 那么呢 就是 比如说是一稿多头啊 咱们也 就稍微展开讲讲 一稿多头是一个什么情况 就很多审稿人会反馈 说 哎 我拿到一个审稿报告 我这一看题目摘要结论 我发现 这不是我前几天 刚给另外一个期刊审的稿子吗 然后这种情况下 这个当他发现一稿多头 他有时候他直接就拒了 他把这篇文章直接就去掉 然后他还给在那个 在这个review的comments里边说 就你这篇文章投了什么什么期刊 然后所以我要把你去稿 然后呢 我们其实的建议啊 不要直接就是跟作者联系 因为这相当于直接告诉作者了 然后我们建议你先跟编辑部 然后跟编辑部取得一个联系 可能编辑部会去和另外一个出版社 另外一个期刊做一个沟通 然后再看看怎么处理这种情况 然后所以说呢 也想说的是啊 所有的在这个审稿过程中 不管审稿人遇到什么问题 我们的建议都是审稿人和这个期刊编辑联系 不要自行的和这个作者联系 然后呢 另外呢 也不要自行做人和调查 因为我们知道有些作者 他就是非常的 有些审稿人非常热情 他觉得这个文章投过来以后 有点眼熟 他可能自己就去做一个查虫的工作 他说我正好有一软件 我帮你查一下 然后他再返给编辑部 其实这个我们觉得很感谢这个审稿人 但是这样确实没必要 因为他耽误这个审稿人时间 你只要告诉编辑部 编辑部是可以来做这样的一些工作的 对 然后我们也建议啊 当如果说发生一些审稿人 在这个过程中呢 然后当有一些担忧 或者发现一些不寻常的这个问题啊 刚才我们说的是要跟编辑部联系 其次呢 我们就说在这个联系过程中 请尽量使用一些中立的这个词汇啊 不要带有个人的这个色彩 然后这样的情况呢 可能就是 就是咱们的这个语气越中立越客观 然后呢 咱们这个最后呢 其实这个事情 不管怎么调查 其实都是对就是这个比较中立客观的人 是比较有利的 好了 然后呢 我们讲了这一部分内容呢 之后呢 我们想说的是 我们最后再看一下 我们说这个审稿报告应该是怎么写 还有在这个审稿过程中呢 然后各种的recommendation 应该怎么给出来 然后呢 我们首先这一部分那标题叫做 这个run review report with two parts 然后两个parts呢分别指的是 一个是给author的这样的一个审稿报告 一个是给editor的一个报告 然后一定要注意给editor这一部分的这个内容呢 它是一个保密的 它是一个confidential的 然后所以说其实意思就是你写的这部分内容 只有编辑能看见 作者是看不见的 不过呢 你写给作者的这一部分 其实是编辑和作者都能看见 所以如果有的人 他那个写了给comments to author以后 他会copy paste到给editor 然后这个其实是没有必要的 然后在写这两部分的时候 我们具体该怎么写 首先我们说给这个作者的意见呢 我们说最常见的写法 一种就是我们说 哎我标题引言方法 刚刚我们讲六个部分 每个部分我写出来 我在这一部分的意见是什么 还有一种办法 就是我们这边展示这种倒三角的写法 然后你把重要写上面次要写下边 然后呢 在这里呢 我们也会会比较给大家 就是讲一讲这个重要和次要的点是什么 然后我们说这个重要呢 指的是这个问题 必须在发表前解决 如果解决不了 这个文章就不能发表 那这就叫做重要问题 次要的呢 往往就是一些小的问题呢 那就是哎我经常添花的 那你可能对这个什么内容 做一个阐述呀 讲的不清楚 你稍微提一提等等 然后这就是一个次要的报告 然后呢 这里边我们也想谈的是啊 如果说是 我们经常看到大家可能写一个报告啊 就是他有的是按部分写 或者他整体写 他可能就写到这个 summary这一部分 然后他结束了 然后这个实际上是 就是收到这样的审告报告的时候 期刊编辑不能会觉得 这是一个非常无效的报告啊 因为他可能把他觉得这个 他会可能特别简单讲讲说 我觉得这篇文章创新性不够啊 我觉得这篇文章的这个实验 具有巨大的缺陷啊 他的样本不足呀 然后我建议这篇文章做大修 或者巨稿 他可能写到这个summary这部分 他结束了 然后这个呢实际上是我们特别忌讳 碰到这样的一个审稿人 然后我们也忌讳把这样的审告报告呢 返回给我们的作者 然后呢我们说是 我们如果给咱们作者这个写审稿报告的时候啊 刚才也讲了这部分呢实际上是作者和编辑都可以写来了 在这一部分一个比较好的我们就给大家讲一个模板 模板那应该怎么写 一个模板呢 第一我们先来总结一下他的优点是什么 然后呢给大家说了就是给出一些比较positive feedback 这个大家可能会很多人会忽略啊 大家觉得哎那个写审稿报告不是应该是找出 刚才我们讲嘛找出错漏对不对 帮助改进 为什么一开始讲这个优点呢 因为整个审稿报告中啊 其实你后边所有的环节都是在讲他的错和漏 所以说你一开始讲一下这个优点 然后呢缓解一下这个 就是这个审稿人和作者之间的这个关系 然后同时呢 其实相应的如果你能总结出他的优点 其实我们相应的也相对于就是审稿作者 他比较好接受你这个报告 他会认为你真的可能是看了他 然后就是包括编辑也认为你可能是好好地看这个文章 你是读懂了这个文章 你没有对他带有太大的一个偏见 然后呢这里边呢 接下来就是讲你涉及到这个细节啊 在讲这一部分的时候呢 其实我们的建议是呢 就是你每个细节呢 是要把这个相应的配件的内给指出来的 然后每一部每一个内容呢 是要做一个编号的 然后把需要修改问题一条一条的就给列出来 那这边大家就可以看一个例子啊 这个例子呢 它是分章节写的 比如你看在introduction里边 他写了一些内容 在这个masters results discussion里边写内容 然后他在一开始呢 其实就给了说 A这篇文章 他说感谢让我收稿 然后这篇文章呢 我觉得他有一些什么什么优点 然后每一部分又有一些什么需要注意的 然后他也想每一部分他把这个配件内容都是列出来的 那每一部分他把这个需要改的地方 然后一条一条竹条列出来 然后最后呢 还要做一个总结 其实这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审考报告了 我们再看一下我们给这个编辑的这个意见啊 这个编辑意见 我们刚才也强调了说 这是一个保密的意见 所以他是对作者不太可见的 那么这一部分其实具体些什么呢 这一部分呢 我们的建议是给编辑一个总体文章的一个反馈 然后呢 你在这里边告诉编辑这个文章 是不是适合发表这个期刊上 然后并且给出你的理由是什么 然后这一部分呢 其实这个很多审考人 甚至是有经验的审考人 都会常常的直接说 把什么我建议居稿啊 我建议大修啊 我建议这篇文章接受啊 直接写在给comments to authors 其实我们的建议这个东西 一定写给这个编辑 因为不是只有你一个审考人 你可能建议居稿 别人建议接收 然后这样会非常confuse 这个author的 如果大家都同时出现的 然后所以呢 我们的建议就是说 你在不要在之前 不管你把这个文章是夸上天了 还是你把它踩到地下 但是你都不要把你的最后的decision就是讲出来 而是在comments to editor里边 在这里边讲一下 然后另外呢 这里边还有一些 你可能比较有一些concern的 你觉得这个文章可能有 有一些各方面的问题啊 有一些assics的地方 你都可以在这边讲一下 最后呢 我们也想强调一下 什么样的这个report 是一个好的report 首先呢就是说 语气要是中立的公平的 其次呢 这个审考报告的框架是清晰的 前后表述是一致的 最后呢 还要给挫折的意见 是这个非常具体的 总而言之啊 我们希望咱们的审考人 在审考过程中呢 能够换位思考 这我们标题所言啊 review as you want to be reviewed 好 最后到了最后的部分了 最后部分呢 就是 虽然是最后部分 但可能大家很关注啊 就是说我这个 我这个相应的这样的四类 就是大家常常给我们 这个审考的最后的这个意见 大家是怎么给出来的 什么情况下 该给什么意见 给我的这个意见 或我给出这个意见 合不合理 然后呢 首先我们想说啊 他这个 也是 这不是那个非黑即白的 虽然大家可以看 我把它分了一下类 但这也是大概的归啦 这个呢 整体来说 就是说是 你要根据你之前提出来的 我们 我们 我们在编辑部 我们会看一个审考意见 我们说给的对不对的时候 我们首先就要看你提出来 之前你提出来什么 comments 你的review report里边 你认为他有哪些需要改的 和你这里边给出这个意见 是不是一致的 比如说你认为这个文章 它整体都是很完整的 符合期刊出版的这个范围的 然后这个时候 那我们当然认为 你可以给一个acceptance 可是啊 如果你在这个过程中呢 你已经提出这个文章 有很多 比如说有一个实验设计上的缺陷 或者有一个疑惑 然后在这个地方呢 你还是给的 你说 它可能只是一个minor relation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说作为这个编辑 我们看到这个东西 我们可能就要做一个考量了 说你这个是不是给的不太对了 然后呢 当然我们也讲啊 刚才说这几个意见呢 我这里边其实列出来一些 哪些地方实际上对应的 比较简单的来说呢 就是说刚才我们说 这个minor relation 对应的是 刚才我们说这些minor issues 也就是说 它是锦上添花的这个comments 然后呢 我们的这个major relation呢 对应的是我们的 major comments 也就是说是一些发表前必须解决的问题 这个呢 其实把这两个明确了以后呢 然后可能很多人喜欢比较code的 就是说这个major relation reject and resubmit 还有reject 这三个啊 他们的这个区别在哪 他们在这个区别呢 我们说其实一般来说 就是在给出最后 给出哪一个结论的时候 如果他比较模糊不清的时候 我们建议审稿人或者编辑都考虑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你对这篇文章的这个具体意见 是什么 为什么你要有这个意见 所以说然后来决定它落在哪一点 第二个呢就是你觉得你提出这个意见 能不能被审稿人回应 能不能被审稿人就是完善 第三个也还有一个最重要的点 就是说是即使这个作者能回应你 然后他需要多长时间 这个时间是不是一个合理的时间范围 所以说如果考量这三点 如果我们发现一个文章可能能修改 但是他需要的重新很长 他需要半年多甚至一年多 甚至好几年的时间 不确定因素又非常多 然后这个时候呢 你又想给作者留一个机会 那可能希望他那个改好了以后 还投到你这 因为你很喜欢这个文章 那这种情况呢 你可能就是建议reject and resubmit 然后呢还有一种情况是 你可能觉得他根本没办法回应 比如说你提的问题就是 我觉得这个创新性有问题 你觉得他没办法 他除非全部把实验推翻重做 那么在这个情况呢 你可能就直接去搞了 然后还有些可能就觉得 他一两个月 他就能把这个补充的小实验做出来 或者他把一些东西做阐述一些 加一些样本 那么那可能这种情况 就可以调到major revision了 这个确实三个问题呢 可以帮助你梳理这样的一个情况 然后呢我们这边也看一个啊 看一个就是例子 这个例子大家可以看到 他其实谈的这个comments啊 都是一些非常简单的一些comments 但是呢他给这个给到了这个 这个recommendation 就是reject and submit 这个所以说很明显一个 这是不一致的 然后这个例子真的不是我们编的 这个还是一个就是挺挺常存在的 一个情况 我们挺常看到这样的review report 然后对这里边还有一个可以看 他这个comments to editor和comments to author 他还给copy paste了 然后还有这个例子 这个例子呢 他的那个recommendation是minor revision 但是他讲的呢 这个这个里边他说 哎我觉得你要做一个实验 所以说这个呢 其实也是我们说不太不太符合的 然后他那个他既然建议这个增加实践 然后你再讲他也是不太合适的 嗯然后最后呢 真的回到最后一个环节 最后一个环节也很快啊 其实我们讲的就是说是 嗯大家知道文章这个审完了以后呢 是反给编辑的 然后我们要强调 首先是编辑才是最后做出决定的人 也是我们前面说 为什么大家不要把自己决定告诉给author 然后是要告诉给编辑 然后编辑才是真正做出决定的人 编辑做出决定以后呢 这个文章呢 常常是要再一次 就是退回来再审的 咱们说做二审或者做三审 然后呢在这个二审或三审环节 如果说我们比较建议审稿人 一定要注意的事情就是 首先审稿人呢 不要在这里边就是拒绝 这个二审或三审的这个 就是要求 没有特殊原因请都不要拒绝 否则这个会给这个作者 带来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麻烦呢 他的文章稿子 审稿就会变非常长 所以期刊也是非常不愿意看 这个情况 第二个情况就是说是尽量避免 在这个二审或三审过程中提到了 就是提一些新的问题 然后呢请在这一部分呢 请注意的就是啊 你这个 不要提一个新的问题 然后让做再重新做解答 然后这个这样呢 最后就可能进入一个循环了 这个极所不欲啊 无私于人 咱们就中国的老话说 希望大家尽量把这所有的问题 在一审中都提出 所以说大家不要说 哎我我一审大概停一下 他二审回来 我再给他一些新的问题 这样呢 其实会显得你非常的不专业的 在这个编辑这边 然后也是留下一些不好的印象的 然后你在这个二审的过程中 其实你关注重点 就是你一审提出的问题 有没有被解决 然后他们这个解决是不是合理的 然后你只要是 如果是这样 他们都OK的话 那你除非有一些 非常特殊的情况下 然后你你正常 你就觉得哎 这个审稿功德就应该是OK的了 但我们最后也想说的是啊 这个作者反观啊 我们今天可能在座有很多作者 他如何回复审稿的建议呢 其实很难给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结论 我们这个建议呢 是说大家有时间可以多去看一些 那种被接收的文章 是如何回复审稿人的 我们刚刚讲有很多公开同行评审的 这样的文章嘛 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 在里面其实他会把那个回复审稿人的报告写在里边 这呢可以帮助你理解这一部分内容 当然有些基本原则 大家都是可以参考 比如说首先是做一个点对点的回复呀 然后其次呢 是一定要把你这个回复中的标注 然后就要做一些highlight 然后让这个审稿人能够很快的找到 你做哪些这个改动 接下来呢 然后就是说你在这个过程中呢 如果说你 你不想照这个审稿人的方式去改呀 然后就是你 你可能有一些别的想法 你一定要就是 就是有依据 提出你的这个想法 然后把你的 可能你觉得 你这时候有一些参考别的文献 你要把这个citation也是included的 然后呢我们其实这里边呢 也是给出了大家一个小小的例子啊 就是说对一个review的comments 这个author是怎么回应的 然后它是一个公开同行评审报告 大家呢放着 其实就希望大家可以去点过去 然后看一看 也是我们觉得可以 大家可以学习的 好那我们到最后环节 如果大家有问题呢 就是稍微可能比我想象 时间长一点 大家有问题呢 可以那个就是把自己的问题 然后就是说您的问题 然后等会呢 我会在这个 就是咱们最后一点时间 给大家做一个解答 然后我也希望呢 大家其实 我也给大家总结十个 作为一个高效审稿人的一些意见 然后希望大家就是 可以是这些事 可以take away的一些tips 然后第一呢 就是说不管什么原因 都可以对这个审稿的邀请 但是一定给出一个 编辑一个快速的回复 第二个呢就是说是 我们想一想咱们文章的各个部分的要求是什么 然后注意文章的这个实验方法部分 第三个呢我们就是要检查咱们这个文章的 第三个就是我们一定要检查这个文章 所提供的数据或者论点 并审阅这些数据是否能够支撑这个文章结论 接下来呢我们就是要明确指出哪些意见呢 是需要修改的 还有一点说是这个审稿意见一定要详尽 最后就是您作为作者时候 希望文章如何被审阅的方式来写你的审稿报告 最后一点呢是 我们一直在强调就是说如果有任何问题 一定要及时联系咱们的期刊联系咱们编辑部 好了然后我在这里边 然后就是停在这个地方 然后我也看一下有一门什么问题 我看一下啊 我看到有一个问题呢 是在问是不是这个PPT是不是可以share 我这边ok的 我这个PPT可以share给大家 然后那个 然后这次需要这个Urax的这个工作人员 到时候和大家联系 然后可以发给大家 然后我还看到有人问 好像是提到我们一本期刊 说这个期刊因为没有提前做这个 Proof of Reading 我被会会被拒掉 然后 这个呢 其实每一本期刊是很不一样的 因为我们刚才也讲 我们这边有很多期刊 所以说其实很难讲到的它是 是一个相应的是某种情况 然后这个呢 对 然后其实 每一本期刊它会有自己的要求 大家呢 我的建议是大家去做这个 就是 就是在投稿前一定要读这个 Guide for authors 然后呢 了解到了这个期刊 它对应的要求是什么 然后它这个期刊呢 它可能它相应的 它会提到的一些要求 就是 比如说是我 可能对我的格式 或者是对我的一个排版 我有一些什么样的要求 那我们可以专门来做 嗯 OK 然后再看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因为我看有人在举手 这个 主持人吗 我应该怎么找到 有人举手 举手是应该 I'm going to allow this person to unmute yeah thank you 我的问题是 我的问题是就是作为一个发表的人 如何选出适合自己文章的期刊呢 就您之前已经说过 我根据期刊的要求和它的描述 它的格式 它的内容 去选择适合我 但是 从就是像我没有发表过的角度来说的话 我一开始是需要去一个一个期刊这样看 然后有什么快速或者是别的方法 可以让我快速识别到 嗯 这个期刊是适合我的吗 嗯 对我们想说啊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 然后这个 嗯 确实是比如说是像我今天 就是可能 可能大家有 有的时候他可能说我想找一两本期刊 然后我去申请做它的申稿人 或像我这样的就是比如我这个二维码 跟大家扫了以后会看到我们有很多期刊 然后就这样的 当然 嗯 我觉得你要问自己这个问题之前 你可能可以反过来想一个 就是那你可能最想投什么期刊 你最想在什么期刊上发表文章 那么如果说你还从来没有发表过呢 那你就是那你可以把这个问题啊 先转化成你可以在什么样的文章上发表一个文章 然后就是对哪个期刊对你来说是最感兴趣的 要是做这个问题呢 那我们想说的是呢 大家你可以首先是你可以去问你的这个老师呀 然后或者师兄师姐呀 你会他们会给你一些建议的 然后呢 如果你觉得他们这个建议呢 可能没有那么合适 或者是他们可能比较狭隘吧 没有就是那么与时俱进的话 那么我们就是说是你可以实际上是 嗯 现在每个出版社或者是还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 第三方平台 他都可以通过你输入这个关键词 然后可能输入你自己的学科关键词 或者你自己兴趣点的关键词 你可能会找到和你匹配的期刊 比如说我们Tainer Francis在那个我们 我们所有的期刊的数据库叫做TF online 在TF online里边有一个author service的tab 在那下面呢有一个就是Find Journal Find Journal其实它对应的就是你可以输入你的关键词 或者输入你的key 输入你的一个文章的abstract 它可以帮你找到一本合适的期刊 或者几本合适期刊 然后这个时候你找到好几本期刊 我的建议是你再把这几本期刊来做一个比较详细的 看一下它的那个Aims and Scope 然后再读一下它最新发表文章 你来找到你和这个期刊之间的契合点有没有 一般来说我们觉得你适合做这样一本期刊的这个作者 你应该就可以适合做一本这个期刊的审稿人 他并没有说说我做审稿人 我一定要比这本期刊更加优秀 或者是什么样的一个想法 但是一般来说我们说做审稿人 还是需要发表过文章的 然后所以说如果从来没发表过文章 这个可能还是有一点点难 Hello Hi, I've already answered this question So I still see here's one hand raised and I'm not sure is that one So if Can the host help me? Yeah, it was me I just lowered my hand and I understand it Thank you very much It makes sense Okay, thank you 杨老师,我们这边还有三个问题进来 我放在那个 我们的那个对话框里了 我看一下 对不起,我的这个不太熟 对,我看到有一个问题说刚才说第二轮第三轮 尽量不要提到新问题 但是如果确实有致命问题 第一次没有发现后边还要提出来 这个是肯定的 如果说这个问题非常致命 那咱们一定要提出来 但是我建议就是你在提出来的时候 然后可能就是语气稍微就是温和一点 给这个就是给作者一个缓冲 也给这个就是编辑他们了解到 这个问题可能是第一轮没有发现的 但这个问题确实很重要 把这一点就是阐明 然后另外我们看到一个同学在问说 在读博士是不是可以申请当审稿人 这个是可以的 然后我们的期刊呢 当然每个学科是不太一样的 每个学科可能自己有自己的想法 然后但是在我们这个program里边 就像我这写的扫码 加入我们这个同行评计作业计划 这个program 这个里边呢我们的就是要求就是说 你需要有一篇文章的这个发表经验 然后只要你有文章的发表经验 我们就是你觉得OK 我们就我们也觉得是OK 因为它实际上是一个 相当于是一个实践环节 因为一篇文章不仅仅是你在审 然后就是不仅仅是给咱们这个 trade reviewer在审 我们也有真正的就是这个reviewer 然后我们也可以把他们到时候 实际上是这个编辑 他们相对于是说是 用这种方式来支持我们这个项目 说是即使是在做博士 然后我们可能平时情况下 我们不会请他那个审稿 但是因为我们考虑到 我们是培养这个审稿人 那我们愿意邀请他们来做一个审稿 接下来我们是看一个问题说 发现文章有学术不端的行为 一稿多头或者数据造假 审稿人怎么做 这个最简单 这个跟这个期刊编辑做一个 就是写一个邮件联系就可以了 然后那个 有的情况呢 就是说是 没有那么紧急啊 你甚至可以就是直接写在这个 confidential 这个comments to 这个authors 但一般情况下 我们其实都有这个期刊编辑的 这个邮箱嘛 然后他那个他会每个期刊 他有自己对应的这样的一个 嗯 编辑或者是工作人员 他会跟你就是做 比如邀请你审稿啊等等 很少说是系统存自动发出来的 都是对应有一个真正的人的 然后在这种情况下告诉他 然后你说因为出现这个问题 你建议这篇文章就是先不要 就是不要审稿 也不要耽误别的审稿人时间 我认为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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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系的问题 所以我认为这些问题 你回答了 所有的问题 我们收到 所以我认为 我们可以继续 这里 and I would like also from on behalf of my colleague Halder who started the webinar to thank you very very much for being with us today and for this very interesting presentation I missed some parts but I was I was happy to to be able to be present and to I managed to follow a bit my Chinese is more or less okay and I think we had quite a good number of participants and of people that followed the live presentation so thank you very very much Tia for being our speaker today and thank you to for everybody to who participated and who stayed with us for the presentation I think we'll be in touch on WeChat we will share the presentation and the video recording later on and you are very welcome as usual to send after the end of the webinar other questions that you might have so thank you everybody thank you Tia very much thank you thank you everyone have a nice day bye bye everybody